哈喽 晚上好 谢谢一安满的玫瑰花 呃糖果不好意思 7-6-9-1-4-1的圣诞帽和糖果 这些是娃娃的巧克力 把这个调调好 我是不是得补点口红 口红都吃掉 好多了 晚上好 我这个嘴应该没有太红吧 好 谢谢CC的奶茶 再直播 谢谢小城的奶茶 刚才还没吃呢 还没吃呢 准备一会儿 直播结束了 再去想想吃点啥 谢谢小白的糖果 谢谢一个会五个掌的糖果 会不会有点不清晰啊 谢谢旋风的 谢谢旋风的 说错了 谢谢好好吃饭的 迷路凶针 谢谢张欣不走可爱挂的 迷路凶针 谢谢 我想去物浓的 迷路凶针 我刚反应了一下 我说的是物浓还是浓物 谢谢 谢谢乌厚的糖果 今天的公演终于结束了 好久没有在后台有见过这么多人了 今天是我们公演后台人最多的一次 这一年以来 谢谢甜酒蛋的圣诞卡 谢谢奥莉莉奥奥的圣诞帽 谢谢奥莉奥奥的圣诞帽 谢谢奥莉奥奥的圣诞帽 但是我突然上台之后发现 我有好多想讲的就是 没有时间讲 时间太短了 就是我还没讲呢 那个灯就已经亮了 谢谢buff的圣诞帽 因为 因为你知道 那个小四今天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 就是去楼下坐车跟车嘛 然后他就说 就是我们路过准备上电梯的时候 会路过他的房间 然后他就在门口一直说 哎呀我找了半天算了找不到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以后 我们一进电梯 他就在我就 我们就问他 你说你长什么呢 他说 我在找我的假胯 我说 什么 什么 我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听说有假胯这个东西 我听说过假屁股 但是我没听过假胯 他说 我上一次拍生鞋 前两天拍生鞋 第一次用了一下那个假胯 哇 我真的发现了新世界 我我真的 你们你知道吗 对于我这种没有胯的人来说 我身材真的太笔直了 我需要一个假胯 就是 就是 这样才显得我腿能长一点 不然 显得我腰很长 因为我这个人胯实在是太短了 然后 我跟假屁股在旁边 确实是不懂啊 确实不懂 可以闭嘴了 我从来没有人见 把凡尔赛用的这么零零尽致 本人假胯宽人士真的无法理解 就像他没有办法理解 就像他没有办法 理解就是 为什么他要戴假胯的这个身子 真是可气死我了 居然会说自己太瘦了 身子太笔直了 身子太笔直了 没有胯 还要买个假胯 哼 真行 真的 谢谢 谢谢 What7的圣诞树 谢谢 谢谢你的圣诞树 然后我就还想一想 就是我跟 说实话我觉得我跟 小四的接触 其实还算蛮多的 就是 我仔细想一下 我跟他还 不算是那种 只是他来公演会 见到的那种 交集 我就仔细回想一下 其实你不回想的时候 还想不到 就是一回想 我才发现 我们一起还出去吃过好几次饭 然后 还去玩过密室逃脱 然后还 甚至我还去他房间 跟他两个人 吃过 小龙虾 我今天在台上 仔细的回忆 这个事情 我突然想起来 因为我听见什么 要在他说 在他房间就是吃饭 聊天什么的 我一想 我也去过 他经过 我记得有一次是 我就是 是干什么来着 哦 是我 他要上公演 然后我叫他跳公演 他 想不到吧 家人们 之前他每一次回来 跳偷偷星人 都是我教的 然后他就请我吃小龙虾 我们两个 干了两大盆的小龙虾 其实没有干完 但是 这 那一次是真的有让我见识到 我们 SIR真的太能吃了 非常能吃 家人们 我是一个 无法理解 我曾经以为 就是 他说他自己能吃 是在 吹 因为他毕竟很瘦嘛 然后 再能吃能吃能吃 能吃到哪里去 后来发现 他是真能吃 他每次吃 那个肚子直接 鼓出来 但是呢 人家就是不长肉 他说 我说你为什么不长肉呢 他说对呀 我也很苦恼 我明明吃了很多 我为什么就不长肉呢 我真的很疑惑 我 我 一个存存无欲啊 存存无欲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哎 真是 你以为这个背景是真的 这个背景是假的 这个背景是假的 真的很羡慕他的体质 等待时候给全场粉丝撒酱 好 这个全场粉丝撒酱 然后 谢谢阿伟的糖果 三娇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吧 这不就穿可就来了 然后这次也 非常高兴 也非常的谢谢 我们下福 还要听我跳了一个优特 让我梦回 那一个我们橘色奇迹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你们必须信 我橘色奇迹的时候 还剃的是他的位置 谢谢小次小次的平安果 就是因为他当时 他跟 他的位置是 跟发卡的位置 他们两个是 共用一个位置 因为他们两个不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几率很小 会同时上一场公演 所以 他们两个就是 谁在 谁就上那个位置 然后他们俩都不在的时候 我前妻就有停那个位置 所以橘色奇迹的时候 橘色奇迹的时候 橘色奇迹的时候 我也有 就是也有交发卡跳过 也有交小四跳过 老小舞蹈老师了 老小舞蹈老师了 什么叫老小舞蹈老师了 老舞蹈老师了 老舞蹈老师了 我的生日公演了 我的生日公演了 我当然不去我的三分期的LIA演的糖果 对啊 因为我替 就是我们排练的时候 我就跳他们的位置 所以 他们回来 相比起 八那个视频上 肯定是我直接跟他们说 你什么位置 什么动作更方便 明天跟Titi跳舞 It's up 是不是很久之前干了 是吧 谢谢师傅的师傅 对吧 我今天真的是 谢谢好好吃饭的糖果 就是看到那个 我们跳那个 向日葵的时候 我跳完下来 是芬真的发自内心的 那一个高兴 就是莫名的心情好 谢谢 你知道无穷在哪里的玫瑰花 哎 也算是又跳 勉勉强强 算是又跳了一下 橘色奇迹吧 因为我 就是很喜欢橘色奇迹 然后 也是感谢小四 就是在我们这个 现在每一场公演 都做男人的情况下 那一个 那一个 可以大家 有这个空 当当女人 今天是唯一一场 近期唯一一场公演 没有穿任何男装 男西装 都是小裙子 就算穿了裤子也是 长背带裤 好难得哦 有这个机会 摩尖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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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啊 这叫 风格多变 风格百变 我来看 偶尔调节一下 就够了 是這樣嗎 截圖上撫不撫 然後你們知道我們今天在台下就是看他在上面就是最後一首歌之前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後台看他就是發言還有那些VCR那些視頻 然後我們就是分兩邊上台我們這邊就大家都在就是說 誰哭了誰哭了然後一看都沒哭然後圓圓一起說好那我一會就看誰一會先先哭啊 然後然後所有人都在說所有人都在說我才不會哭呢 然後每個人都說我我可不會哭然後上台上台之後我看一目送回頭一看 每個人都哭的要死要活的 謝謝小圓的玫瑰花 然後我自己本認為是哭的要死要活 哭的在遠地抽 我真的是覺得這個這個這個叫什麼 GOODBY這首歌真的有有點那個太好太好哭了 因為就是你知道這首歌它神奇就神奇在 它不是那種非常感 我這燈怎麼一直真是 它真的不是那種一直 它真的不是那種你一聽 一聽就是很傷感那種歌 就像孟之河一樣 一聽就是那種非常 非常傷感的非常就是那種 心情一下就非常的 蕩的那種歌 就一下就能想到你畢業的就是那些 那些事兒 然後 它GOODBY它不同就不同在 它有一點帶有一點點那種小美好的氛圍 然後呢又帶著一點那種小憂傷的氛圍 因為又是那種你很感慨 但是又感慨不出什麼玩意兒的那種心情 就很神奇 哈哈哈哈 真的生了一個 真的生 而且每次到最後 就是生氣的時候 生了一個吊那塊 唉唷真的太好哭了 我就是那個時候 到時候再說吧 就是 蹦不住了 然後 尤其是小思一回頭跟我們 打招呼拜拜的時候 我就 明天等一下我要幹好的事情 太好哭了 家人們太好哭了這首歌 而且 這個今天算是 算是 真正意義上 非常正式的你這一首歌 畢業的 小思 對吧 Goodbye 就是 這兒八經的送走了他第一位畢業的人 好會說我 好會說我 真的Goodbye 真的Goodbye Goodbye 好會說我 好會說我 而且你們知道就是 我們在後台看那個屏幕的時候 就是看那個 小思在台上說話的時候 然後呢 爸卡突然 感慨出了一句 很好的話 我 我 讓我想想他說了什麼 就是很突然 說了一句 非常有哲理的話 他說 無論 就是無論以後 你在哪裡 只要有人還記得你 你就要為這些人 繼續努力奮鬥 明天排練完 明天 就很突然 說出了這句話 小思還請我們 可能還請你吃大文 我當時覺得 小思 這是什麼大文豪啊 就當他 聽著我 聽著我 而且我們今天排練的時候 包括在後台正式演出的時候 我們在後台 媽卡都是 就我們跳的那些舞 他都記得 而且他跳的 動作 一點兒都沒錯 刻在Digney的這個 卡卡 好 他別到你走 就是我跟大家一起走 肩底 很感人 家人們 他說 他就說 晚點走 就是我們在台上跳 然後他就在台下跟著一起跳 我們今天排練的時候 他在 他在朝V跳 而且我發現 就真的動作都沒錯 這麼多年了 太好酷了 家人們 等一下不知道有沒有直播 應該沒有直播 應該沒有直播 等一下會有直播嗎 是 會讓我懷疑 是不是提前複習了的程度 對 可能就是說我有直播 在哪裡看 我在旁邊 我在 我在 我在這裡看 好 我會 我知道了 你怎麼 好 好 好好吃飯的迷路熊珍 我也覺得 愛好 我才發現你為什麼 叫好好吃飯 原來你是在提醒我要好好吃飯 是嗎 原來你是在提醒我要好好吃飯 原來你是在提醒我要好好吃飯 是嗎 我還在想 不是 突然剛有一下 有領悟的 好 我已經比較以前好 因為 以前經常要 做衣服 沒有要跟以前沒有合照 但是我自己有快點上 謝謝好好吃飯的平安國 謝謝 謝謝你 我一會兒就去吃 我直播完了就去吃 家人們 謝謝小成的糖果 非常 我以後就要在我這裡直播 因為我發現我這裡的光 真漂亮 角度也剛好 把我的眼妝照得非常精緻 家人們快看看我畫的眼妝 看不出來吧 我的下睫毛 是畫的 今晚好帥 謝謝 謝謝你 學到了沒有一下人們 想要去眼睛打 就畫下睫毛 近看 是畫的 遠看 就是自己的 明天熱舞前 時鐘顯現度 明天要熱舞 明天要熱舞 明天要熱舞嗎 誰跟你說明天要熱舞 你說暴跳吧 熱舞是只會像你性感的 暴跳 就是 謝謝 謝謝 阿湯的 糖果和聖誕帽 今天可以怎樣了嗎 哎呦 我剛剛說什麼 這我又忘了 謝謝小粉的 平安果 謝謝奧利奧奧的 巧克力 說實話我們今天那個16人 居然大部分都是我以前跳過的歌 我很慶幸 不用在短時間那一下子 學那麼多歌 而且我也沒想到 有生之年 我會在H隊 跳一次光陰鬼 以前跳的是在N隊代役的時候跳 而且我居然發現 就是我們在拍這首歌的時候 我發現 這動作我居然都還記得 就是以為自己忘了 然後音樂一想 又想起來了 肢體記憶了 我會在哪兒 確實 我已經有很多很多歌 刻在DNA裡面 明天記得還要看公園 我叫什麼 哦對 你知道這個我想起來了 哦 我會 我王毅冷餐 我在哦 因為官方 就是 官方at只能放兩個人 我在王毅的心裡排第三 就是說 沒有辦法上那個名字 沒有辦法上官方名單 就是大家心裡面知道就好了 好好聽啊 再聽一點 知道我會在就好了 你看我們音樂快翻開 看 沒聽過我們歌 能不能給我循環都唱幾遍 哈哈 開個玩笑哦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反正王毅在我心裡也不是第一啦 大家彼此彼此哦 你看烏雲就快翻開 你看烏雲就快翻開 哎你們看到我們今天拍的照了嗎 就是我們 延續了 發卡畢業的時候 我們 那個拍照姿勢 加油加油 快翻開 我們拍了兩張 一張是很正式的 一張是很搞怪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你們看到了哪一張 官博哪個 我沒看官博 我沒看官博 搞怪的就是我們把小四舉起來了 我剛和我的電話老師大吵就講 官博翻了 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那個 我們其實正式的有拍兩張 一張是小四在中間坐著 然後我們就在旁邊站一排拍一張 還有一還有一張是 就是也有 那個邊舞啊 那個邊舞啊 那個邊舞邊非常不好 然後 大家庭嗎 老衣去 加油哥 再來一次 眼淚又出來了 在我心裡他們永遠是H隊的人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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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小四今天她那個衣服好漂亮 我也想有一次可以在舞台上穿這麼華麗的衣服 我以後也要在台上穿這種華麗的禮服 每每拍個反圖 當然只是為了拍反圖嗎 當然不是 Youtube 很好看 十七機會 range嗎 我為什麼知道 抱怨值得冰值 限滑水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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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水酱 以后让A水当瓜 等我要是有这种 等我要是有像今天这种 专属毕业公演的话 A水人早全换了一批了 家人们 我都算老前辈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到时候 我在H队里面的辈分 就是小四今天在我 现在在H队的辈分了 家人们 你们能看到送我离开的 全都不是这一批人了 全走了 或许到时候张月明和张诗云还在 这家宝宝 我是一家 绿绿说随便 好 那我就给我自己穿一批 真的 你们想 你们知道吗 冷知识了家人们 我在H队的辈分是倒数第二小的 哦不对 倒数第三 我看 他让一首什么 林淑琴 林淑琴 林淑琴跟我是平北呀 他不算后北呀 而且 谁知道 谁知道 是他先办 还是我先办 怎么怎么就开始 征毕业公演 那不行 那要我先办 我要比他先走 到底什么要上过的 对 孙雨珊 贝肯比我大多了 他好像是 七七 他全是七七 谁敢说 他全是七七 你 存在心里 总来不及 都告诉你 而你一起 他不是你 我和海里 对呀 就是 平时想象不到 一到那种按备份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的时候 突然就意识到自己备份居然很小 这件事情 证明我们就是平时这个备份 不会决定我们的身份地位 我是 我算是 八点五七 然后我们队没有九七 呃 然后 呃 有十七 然后 再往后就是十五 七 哦 跳好多 毛内是谁 讲书庭呢 这首歌的主歌 不管来了多少后辈 毛内永远是讲书庭 家人们 谢谢大家这首歌叫 这个问题 从H队 从H队第一次重组到现在 我们的毛内永远的讲书庭 永远的讲书庭 看十七十八十九期会不会来心忙了呢 家人们 如果没有那一九还是他 不到 五十七 我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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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惜了我不是上海人 不然我也早早如团 本来按道理来说 我应该是 就是按我认识SNH的时间来看 我最早的话应该是五七 因为我就是知道他在 我知道就是 四八在招募的时候 当时五七正在招募 但是呢我当时太小了 我就只是看了一眼 我也就 我就只是看了一眼 就没有然后了 我只是知道他 有招募的这个东西 我还去官网逛了一圈 然后打开了那个报名表 看了一下 然后就退出了 因为第一个是我当时太小 还在读书 我爸我妈不可能让我离开西安的 第二个是 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是上海人的话 如果当时我看到了 说不定我还就真报名 因为就在上海 就是很近 他们也不会不同意什么办法的 因为我知道如果要入团的话 就要来上海 就不能在 我家那边上学读书了 谢谢不想上班 像我像我妈她当时就不认识 那个四八 她肯定不会让我 她省都 她的先事都不会让我出 没长退 其实我真正意义上 不算是有推谁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在一个认识人的阶段 就不算是 我真的 我单推她那种 还是 还是在认识人的阶段 哇 谢谢 谢谢胡萝卜侠的皇冠 你不会是为了气讲书评吧 怎么人家刚你下播 你就 你就 播挺好的 没关系 我知道 就是一般 你给我送个夜碟的时候 你就会 就是安慰讲书 你给他送个皇冠 像你今天给我送皇冠的话 我相信以后讲书 你一定能收到你的愿爱发电 对不对 我先替她感谢你 谢谢你胡萝卜侠 谢谢你 谢谢大伙的愿爱发电 谢谢胡萝卜侠的第二个愿爱发电 不是 对不起 那个第二个那个皇冠 然后同时我也替蒋书婷 谢谢你给她的第二个愿爱发电 没关系 好歉 你说你 不好意思啊 嘴飘了 就是突然一下 那个大嘴飘 我刚才为什么突然做了这个动作大家都懂的 就是一般我有皇冠的时候我就会这样顶住自己给自己戴 哦 我那个那个小胡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 不要太大压力啊 我开玩笑的 你 呃呃 我我我随便调侃的啊 你你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心理压力啊 就是你当我乱说的 我不用对 别就是一整个大气走的状态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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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露的松鼠的 那个圣诞帽 我发现你是真的有点那个大问题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那个 抖M体质 心态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一天到晚没事干就是找别人骂你 很爽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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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冒犯啊 我听 coração尝尝 咳 为何 在这 冒什么 那不简单 个笨蛋 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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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笨蛋 小火被掏 Yeah! 怎麼樣? 好舒服啊 不能 不能再說其他詞了 我脑子里边反映出来的其他词 呃 不能播 不好意思啊 你们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生物叫羊驼吗 你知道它的别名吗 如果你们 你如果你知道的话 就算了 就算了啊 谢谢 谢谢小手的平安果 算了算了算了 笨蛋笨蛋就笨蛋 笨蛋呢就是一般 你骂别人笨蛋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我真的在骂你笨蛋 你个笨蛋 还有一种含义就是爱养你个小笨蛋 调侃的 所以你有时候比如说 谢谢奥莉莉奥奥的玫瑰花 就是你有时候想要骂别人的时候 你不知道骂什么 但是呢介于你们的关系 你又不好 就是骂太狠你就骂他笨蛋 他以为你是在跟他调侃 其实你真的是在骂他 怎么样 不为人知 你既骂了他还能维持好你们的友谊 多不喘多败 嗯 언 什么意思 小哥 没事 我们的粉丝不在意这些词别 好定音的学校没了 好定音刚刚今天只是喝了水 然后导致这样 其实我没吃饭呢 我真没吃饭呢 说实话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胃有问题 家人们 是真的 就是我不管我吃饱了 还是没吃饱我都会 打嗝 我以为刚才只是一个 就打出来的那个气 胃里的气 只是小小的一点点 我不知道 这个气有点 长 没关系啊 大家人们没关系 咱酒是一个什么都听不到 什么都没听到 谢谢 好好吃饭的夜碟 好的我一会就去吃饭 谢谢你的夜碟 当然我刚才可没有在开玩笑 我是确实是有一点点怀疑我的胃有点问题 因为我就是我前两天跟网易他们聊天 然后呢我就我就呕了一下 他说你干嘛 我说没干嘛 我只常跟呕 他说 那我建议你去看看 我说 怎么了 他说周顺宇也这样 然后他咽咽了 然后我说 我没他那么夸张 他说 所以我建议你去看看 我说 拜 没事 我一般不到那种痛的没有办法生活自理的时候 我是不会去医院 虽然这样不提倡 我也知道你们一定会骂我 但是我就不想去 而且我的胃要是有问题 他早就该有问题了 我干呕我都好几年了 又不是只是近期有的 就是我有时候就会突然这样一下 但是其实我根本没吐出来什么东西 家人们我能这么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 气定神弦的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就证明这个事情 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而且如果我也真有问题的话 我前段时间 我今年不是去全身体见过 人家也没说我 人家也没说我那个胃有问题 我只知道我平时生气生的有点多 谢谢是阿基欧的圣诞帽 因为我小叶增生 虽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小叶增生是哪里增生 我只知道好像是生气生多了就会这样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小叶增生是在爱情公寓里 那个胡亦菲有一集 她说 我是小叶增生 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只是看那个检查结果的时候有看到 主要是她当时说我小叶增生 她也没有把那个字体飙红 我就觉得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是什么不能治的大问题 应该少生气就好 一般那种检查结果 比较严重的那种需要去检查那种问题 她那个不都是会把那个字体飙红的吗 她也没有把我那个飙红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医生也没说啥 我是去的那种体检机构 报告都是在网上拿的 没有医生给你分析 就自己看 本来我都不想去做这个体检 但是我觉得都多少年了 都没体检 还是去体检一下 不要生那么多气 那没办法 我就是很容易生气 而且在在塞纳河待着 你怎么可能不生气 你知道吗 天天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正常人 肯定会生气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嗯 哦对对对 差点又有一个说法了 刚才反应了一下 找你们撒起了 你们做错了什么 你们可我知道我生气的时候 可吓人 所以 你们不会想知道的 哪个沙袋说的轻松 你看我这房间还有地方放吗 我现在的布局已经是尽尽尽可能让它让这个房间看起来大一点的一个布局 还给你放个沙袋 给你哪儿放沙袋 放在房间正中间 每次经过的时候 每次经过的时候 半夜起来上厕所 走着走着 撞撞撞撞 那个沙袋上 没有看过蜡笔相机 看门手 放门口 家人们知道我们走廊多窄吗 啊家人们 本来门口以前都不能放东西 还放 放沙袋 想得到挺美 咱们 谢谢荧光棒 放大厅里 那我买它干嘛呢 我生气 我还要专门跑到大厅去打打打一下那个沙袋 我是有点什么问题 我在房间 急走了 然后赶紧跑跑到楼下去去打那个沙袋 好想是它带挺贵的呢 又贵又种 没必要 有着钱还不如去吃的好的 谢谢白胡子老爹的玫瑰花 巧克力 还有奶茶 我都知道你啊 你这个三个套餐 我称之为老白套餐 因为它叫白胡子老爹 你不如叫它老白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小白了 你就叫老白吧 嗯 嗯 谢谢 野人原子的奶茶 我播到 好几点呢 播到 25吧 谢谢小哈的生日帽 还有生日礼物 谢谢小哈的生日蛋糕 你是怎么送我什么生日套餐吗 生日蛋糕 又被你们发现我经过生日 这种小事小事不用提了 小生日小生日 都是一些小生日 带你不足挂齿啊 等一下 哦是你生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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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初的 苹果 来 在座 在座的各位啊 2000多多个这个家人们啊 来祝我们这个小哈啊 祝他这个长寿啊 哦 因为咱就是这个公司 就是咱身处的这个公司 没有办法 只能就是在深住 缓解祝你生日快乐啊 谢谢小成的生日礼物 就大家就代替我祝福一下啊 谢谢EMM的生日帽啊 他谢谢你 他小成 谢谢你的生日帽 他谢谢你 谢谢是阿给欧的生日礼物啊 他也谢谢你 哦 谢谢乌侯的生日礼物 谢谢小粉的生日礼物 谢谢小白的生日帽 谢谢阿伟的生日礼物 谢谢小粉的生日帽 谢谢小初的生日帽 谢谢乌农的生日帽 谢谢见鬼的生日礼物 谢谢甜酒袋的生日礼物 谢谢灰肚的生日礼物 哎呀怎么搞的跟我过生日一样 好了好了 大家都我就是 大家就是就当这些礼物 都是送给我们小哈的啊 谢谢What7的生日礼物 你看大家多爱你小哈 我先在这里代收一下啊 谢谢69NCL的生日礼物 以后咱过生日都来 咱直播见过啊 你看这么多人 送祝福 谢谢小成的生日礼物 没关系 见鬼的生日礼物不好 但是你是好见鬼 有个好字 就是好的见鬼 证明你是一个好人 谢谢小手的生日礼物 谢谢小手的生日礼物 突然搞得我好想过生日啊 谢谢旋风的生日礼物 哎快了快了我也快过生日了 还有三个月 现在是二月份 一月份二月 两个月 谢谢好好吃饭的生日帽 哦 没想到还有不到两个月了 家人们 希望我到时候过生日的那天 才能见到你们 谢谢南极小伴面的生日礼物 这首歌 这首歌 汉 H-A-N-N 希望到时候还能见到你们哦 为什么说这个话呢 因为就是我以前就遇到过那种 在我生日之前 几个月前吧 说好喜欢你好喜欢你 好一起走 然后到我生日当天 还有生日之后 消失了 过了几个月 哎呀我太忙了 我现在回来了 然后又消失了 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 然后就像是在 就像总选一样 总选前有很多人 啊我好喜欢你 好喜欢你 然后总选的时候消失了 然后总选后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 虽然你可能真的有事但是 看破不说破 看破不说破 送你一个微笑 啊不多说这些话 不多说啊家人们 不多说啊家人们 你们又发表了又发明了什么新的 哈哈哈哈 好有意思好文明下人文 知道了以后就这样 讨历斯基奈呢 那你也很兴奋 最后 谢谢灰度十八的拳杖 谢谢小灰小灰灰 谢谢你的拳掌 握住 谢谢小木的平安骨 没有灰太郎他是小灰灰 兴奋你都不认识了 那可见你 看我看得上了 不是小杜 我想教你什么就教你什么管我 反驳呢还 我想教你小我就教你小杜 我想教你小杜就教你小杜 我今天高兴教你小杜 说不定我明天有教你小杜 你小灰灰那么可爱 为什么不喜欢 叫小灰灰吗 多可爱呀小灰灰 能不能不叫见鬼 那你的名字很不好写 小好 你不能叫小好 有人叫小好 有人叫小好 你也不能叫小剑呢 你也小鬼 不能碰瓷啊 谢谢应援棒 叫鬼鬼那也碰瓷啊 见见你愿意吗 见见你愿意吗 好鬼 也不是不行 你要是都接受不了 你就去改名 不想改名 你就认我叫 ニュー 秃桃 口头 好开心啊 毛衣的大洞 这一看就是设计啊 家人们 你们知道我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吗 我今天穿的毛衣 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我双十一 预售买的那个毛衣 XL 家人们 XL的毛衣 看不见手的那种 但是呢 从我预售到它 下架之前 它都只有XL 其他码都没有 它就只有XL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这毛衣还挺好看的 我就想着 哎呀本来它就是这种宽大的版式 我就算买的话 我可能就是 马都有的话 我也可能会买L 因为我平时穿M嘛 然后我就买L 就会有一种比较宽松的感觉 然后我一想 那XL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吧 然后我就下单了 我穿的也没有感觉很大 说实话这个衣服它的长度 手机没电 就是我这个衣服它的长度 原本是那个 只是刚盖过屁股 但是呢 我现在穿这个衣服 就是已经把大腿都盖完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咱这个只看上半身 就看不出来这种效果 然后呢 这个洞也是它自己设计的 但是呢 你们知道这个洞 它的 它这个衣服巨厚 你知道吗 很厚其实 就在今天这个天气 我单穿不用穿外套 其实也不会太冷 但是呢 就是因为它这些洞 我身上还有奇菜的这些洞 它会透风 所以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给里面穿一个打底衫 如果我们不说 如果我不说的话 大家一定看不出来 我这个黑色的这一块 其实是我的秋衣 冬天到了家人们 作为一个北方人 是一定会穿秋衣的 谢谢干啥啥不行的 迷恶我胸针 秋衣真的是个好东西 又保暖 又让人看不出来 黑色百搭 是吧 是吧 你们南方人可能穿秋衣穿的比较少 但是北方人一到冬天 那秋衣秋裤都穿的 我现在不穿秋裤了 但是我一定会穿秋裤 而且我真的真心推荐大家买秋衣秋裤的时候 一定要买黑色 因为黑色真的很百搭 就是这种露出来 也不会觉得有多尴尬 不好 是吧 我妈以前也是 我妈以前她买秋衣就是各色各样 啥秋衣 啥颜色秋衣都买 我有些秋衣我实在是穿不出去 最主要是有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在别人家里过夜或者换衣服的时候 会被看到 真的很尴尬 你看不到也就算了 会被看到 然后呢 在我的距离之下 我妈有时候就会问我 然后我就说 你不要买其他颜色 你就买黑色 她说 你不要其他颜色 我说对 我就只要黑的 她说 你再不看看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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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了 我说 不用了 就黑色 黑色挺好的 她说 你看这个颜色新出的多好看呀 眉红 多好看呀 我说 如果你想买你就自己穿吧 我就实际上要黑的 我就跟我妈说这个 我只要黑色 你给我买其他颜色我就不穿 我妈真的是一个非常喜欢粉色的人 你知道我又一次回家 就是前段时间那一次回家 我无意间发现我妈的拖鞋 睡衣睡裤 床单被照 碰巧都是粉色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喜欢粉色的 人 真的很粉 我说你 你这个少女心比我还少女 我妈真的很喜欢粉色 真的 没关系 她开心就好 我刚刚说直播了25来 这 有个大忘记 呃 拜拜 是门突然 拜拜 你刚来 你来的太晚 谢谢EMM的 忘记了 玫瑰花 拜拜 谢谢小粉的生日戴眼帽 我明天再见 姐妹明天见啊 这边 你来的 你来的 seben 你他 得